去年831灣仔衝突 七人被控暴動罪 寸佈罪名不成立 七名被告早上去到區域法院聽取裁決 法官沈小文頒下書面判詞 說毫無疑問 當晚的情況並非香港常見的現象 對某些人而言 或是難得的歷史時刻 不排除有人希望到場見證 如果他們不希望被人誤當暴動者 因而遮蓋面容是可以理解的 戴備防護裝備和手套等是有保護作用 而警方是在暴動發生後拘捕他們 洪方無法證明他們是在暴動前的行為 亦都不應該 他們被捕前的行為 亦都不應該將穿黑衣的人 除衣視為參與暴動和非法集結 認為他們參與暴動 不是唯一合理推斷 洪方舉證未能達至毫無合理疑點 裁定7人全部罪名不成立 他們被控在去年8月31日 在灣仔軒尼斯道和盧額道一帶 連同其他人參與暴動 同案另一名被告 社工陳鴻秀早前獲裁定 表證不成立 無罪釋放 導致 多互 表證